我死的那天 是未婚夫婿的大喜之日 城郊的破庙里 我蹊跷流血 浮在蒲团上 对早已蒙尘的观音像流泪 信于此生 未曾有愧于天地 可是为什么 落得个众叛亲离 观音不语 悲悯看我 门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 是谁斜着满身的寒气 向我走来 我双目已然不能事物 徒劳望着她的方向 哑声哀求 不管你是谁 求你替我收尸 来生 我必然报答你 她颤抖着将我抱在怀里 一滴滚烫的泪 落在我眉心 出血液 天大寒 忠永侯氏若明珠的小孙女 死于荒郊 年方十六 六岁那年 我随祖母礼佛 那时我上年幼 出入佛门 毫无敬意 看着硕大的今身佛像 不贵不败 竟然歪头笑了 犹如故人归 老住持看了我许久 说我前世是佛前 一盏小小烛火 尘缘浅 佛缘身 清贵之极 那时我太过天真 不晓得这样一句上上千 其实暗藏着无穷的离苦 生离 死别 期于观音作下 死于破落庙宇 算来 十年一梦 庄庄渐渐 竟像是应了那句称语 尘缘浅 佛缘身 唯有清贵二字 大约是老住持算错 一个死在乌泥之中的姑娘 究竟清贵在何处呢 可当我再次睁开眼 身边不见风雪 不见观音 时光倒流回十四岁的春天 忠永侯府宣赫鼎盛 青梅竹马身情妥贴 只有眉心一滴心掌的红智 仿佛在提醒我 风雪夜 破庙中 我向那人许诺的来生 佛已赐我 十四岁这年 忠永侯府的小孙女 做了三件事情 春夜 我踏进祖父的书房 我求祖父 逼防军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官 在一年之后 那小官会投向政敌 捏造证据 以通敌叛国的罪名 将祖父定死在耻辱柱上 而祖母也会因为欲结于心 血气上涌 死在前往宫廷陈情的马车上 月色如水 祖父凝视我良久 不问我为何知道那小官的姓名 也不经意于我何时对朝堂之事了解甚多 他只是问我 听说昨夜你梦魇 现在可好些了 烛火稀微 光影朦胧 祖父笑语如稀 并非灵鹫里冰冷清白的模样 我垂下眼睫 险些落泪 夏日 我平访郑国寺 太后一心向佛 从郑国寺请了座观音像回宫 她却一位名门贵女 为她诵读妙法莲华经 那差事在半年之后 将会落在九公主身上 而九公主也会因为太后的偏爱 毫无顾忌地夺我婚事 贬我入庙 可如今 面对太后的垂问 助持引荐了我 还有谁 会比佛前烛火转世的我 更适合诵读佛经呢 木秋 我去见了裴叔 自我春日醒来 便再三推举了她的见面请求 两家长辈宴席相遇 谈及婚约 祖母也只是笑着道 儿时玩笑话 哪里能当真呢 端方手里的少年郎 终是忍不住写信问我 若此 我有何处做错 而此刻 速速落下的秋叶中 她问的仍是同一句 若此 我有何处做错 算上前世今生 我与她已有近两年未见 少年郎病若刀才 目如点妻 实在清俊 也难怪 九公主对她一见倾心 纵使背负人命 也要与她在一起 只是裴郎 你自小与我亲近 你怎会不知 只要你开口说一句分离 我绝不会纠缠 我等的是你的真心话 而你不该在我的泪水中沉默 沉默是对九公主的纵容 亦是刺向我的刀 你有你的锦绣前程 我也有我的明节骨气 可是 你不曾顾及我 日暮西斜 倦鸟归巢 霞光落在少年的肩上 让她显得格外挺拔英俊 我仰头看她 笑眼弯弯 裴郎 你爱我吗 少年一正 低声 弱辞 我 你爱我 我说 裴叔耳阔泛红 别扭地移开了视线 可我已经继续说了下去 你爱我是钟永侯唯一的血脉 你爱我是名阳天下的佛前烛火 你爱我是太后钦点的观音座下人 你爱我那么多的模样 我轻轻一顿 说出了那个盘缓千百遍的答案 可你唯独 不爱我宋若慈 裴叔的脸色瞬间变得清白 而我只觉得伤感 裴郎 你这一生 不会爱任何人 你只爱你自己 长久对望后 裴叔失魂落魄地走了 仍旧是一袭白衣从容风至 步伐却跌跌撞撞 我立于廊下 沉默地目送她 裴郎 曾经有人把你看作此生不渝的伴侣 想象与你白头偕老 儿孙满堂 只是那姑娘死在十六岁的冬天 一颗心 也冻得僵硬 我轻轻闭上眼 一滴泪从眼角滑下 最终消弭无痕 适日 大雪 宫女早早为我送来胡求 说是太后赐下 让我莫要着凉 转过小镜 前面就是佛堂 佛堂前却跪着一个少年 穿得不算厚实 学以落满她肩头 我多看了她两眼 少年似有所觉 朝我望来 她生得实在好看 眉眼深邃 目如寒星 宫女与我而语 姑娘莫要与五皇子牵扯上关系 她命中待煞 前途渺茫的 原来是她 五皇子 顾九渊 听说她出生那天 恰逢天象一变 一道白色的长红穿过太阳 白红灌日 主地运被夺 视为不祥之兆 因此 陛下不喜这个儿子 数年来对她不闻不问 尽于一气 我收回目光 撑着伞 继续走我的路 重来一生 我不能有半分差错 顾九渊可怜 却不该有我可怜 可当我与她擦肩而过时 风吹来极熟悉的气息 我难以置信 地停下了脚步 寒风吹动她的衣襟 少年面无表情地与我对视 鬼使神差的 我向她伸出了手 你 她皱了皱眉 偏过头 避开我的手 眸中藏着防备和不解 我静了好久 如梦初醒 低声说 抱歉 雪依旧在下 我强迫自己继续往前走 宫女疑惑问我 姑娘方才是怎么了 难道与五皇子是就相识 我和顾九渊 前世今生加起来 只见过两面 一次是刚刚 一次是我临死前 那时我蹊跷流血 她将我抱在怀里 我听到她哽咽的呼吸 也闻到她衣襟上冰凉的血松气味 我濒死喘息 求她替我收尸 她落了泪 逼在我眉心 成了我心掌的一颗朱砂痣 那夜 她哑声说 她来迟了 我以为她 是我从前的朋友 而如今我才知道 那时候的我 并不认识她 宋若慈和顾九渊 上辈子并无交情 佛堂内 炭火正旺 太后跪在蒲团上 凝神静气 我跪在她身边 诵念佛经 常修佛会 据大神通 善知一切诸法之门 置之无尾 志念坚固 如是菩萨 充满其国 一个时辰前 宫女偷偷告诉我 顾九渊的母妃快要病死了 她是来替母妃求医的 可是太后并不想管她 太后有六个孙子 十一个孙女 若要算上宫外那些王爷的孩子 恐怕要有几十个孩子 叫她祖母 这里头 不乏天生聪慧可爱的 会看眼色的 而顾九渊性格冷漠倔强 又背负着白红贯日 不祥之兆 从来没讨过太后欢心 太后不想帮她 在情理之中 可我想帮帮她 因我前世许诺过 若有来生 我会报答她 佛堂内 菩萨前 我不想做个毁约之人 门外 雪越下越大 北风呼啸 窗帘被拍打得哗哗作响 窗外那常跪不起的人影 似是体力不支 身形晃了一晃 我诵经的声音 不由地停顿了一下 太后似有所觉 朝我望来 累了 歇会儿吧 她缓缓起身 我连忙去搀扶她 太后伸手摸了摸我的脸庞 说 皇帝东寿 列到一只鹿 送给了我 难为你陪我吃素那么久 今日早些回去 我让御厨给你制鹿肉吃 我看了看窗外 终于忍不住开口道 五皇子在外面跪了快半天了 太后不在意地瞥了一眼 换来蓝厅姑姑 让她回去吧 我和蓝厅姑姑一道出门 风雪太大 吹得我快睁不开眼 顾九渊仍旧跪在雪里 浑身僵硬 已经成了个雪人 蓝厅姑姑一板一眼道 太后请五皇子回去 她没有起来 声音沙哑 重复着同一句话 我母妃病重 朝不保夕 求太后可怜 言请御医 蓝厅姑姑仍然说 请五皇子回去 顾九渊深深低下头 面容似有绝望闪过 一字一句发问 我母妃速来良善 生平最大错处 就是生了我 倘若我死 她能不能得救 少年身无常物 想要救自己的母亲 能捧出的最值钱的东西 竟然是自己的性命 飞雪漫天 静而又静 蓝厅姑姑沉默良久 目光怜悯 良久 她轻声道 五皇子 宫中的账 并不是这么算的 风雪中 少年闭了闭眼 嘴角轻轻扯了扯 那是个近乎惨淡的笑容 然后她不再请求 双手撑着雪地 挣扎着要站起来 她跪得太久了 双膝早已僵硬 勉强站了起来 却又差点摔倒 我抛了伞 一把扶住了她 脱口而出 我送你吧 少年的手腕 几乎没有温度 冰得让我心惊 顾九渊烫道般缩回了手 睫毛腹血 语气也似血寒凉 多谢宋姑娘 我自己能走 我也不恼 只说 我和你顺路 不是特意送你 蓝厅姑姑亲自捡起油纸伞 递给我 像是要说什么 我接过 先开了口 姑姑晚上记得给太后炖枇杷汤 几碗太冷 明日她猴急该饭了 蓝厅姑姑静静注视我片刻 和矮汉守道 姑娘有心了 雪天路滑 姑娘看好脚下的路 莫要摔了 她话里有话 我能懂 顾九渊更懂 刚出宫门 她便默然开口 送姑娘请回吧 我只说 我们真的顺路 少年牧师前方 声音沙哑又疲倦 菩提小柱与七霞宫南辕北辙 我还是知道的 我意外于她对我的了解 仔细想想 却又了然 太后最宠爱的名门贵女 她就算无意结交 也会有所耳闻 我想了想 说 那我会一点医术 你知道吗 顾九渊猛然抬头看我 那双寒星般的眼睛里 清晰映出我的模样 就好像在黑暗中 跋涉太久的旅人 堪堪见到了一点光明 她终于卸下了防备 我有些心疼 却只是歪头微笑 五皇子 请带路吧 七霞宫失宠多年 连宫墙的颜色 也暗淡一些 此地连炭火都稀缺 门窗紧闭 却攒不出多少暖意 偌大的宫中 连一个宫女 也不曾见到 林飞躺在榻上 盖了一层又一层的被子 手心仍然冰凉 莫名其妙的 我想起了自己 临死前的场景 一样的冰冷空旷 一样的寂寥绝望 只是 那时顾九渊赶到了 而现在 我和顾九渊一起赶到了 玄万达麦 我其实只是半吊子 西年祖母生了一场病 大夫来来往往 我也跟着学了皮毛 林飞的脉相色而无力 肩有如盘滚珠 是尘科 却也有凶猛心病 林飞不知何时醒了 脸庞浮肿苍白 漆黑的眼珠直勾勾看着我 顾九渊蹲下来 轻声说 母妃 这是 忽然又停顿 像是不知道该怎么介绍我 我接上道 我是女医 来为贵人诊病 林飞抓住了我的手 七声道 我就知道 陛下还没忘了我 她被病痛折磨的 衰老憔悴的面容 在提及陛下时 竟然流露出了 类似少女的天真 顾九渊别过了脸 目光中有一丝痛楚 被我发觉 我轻轻拍了拍林飞的手 哄她 陛下让您好好休养 好好吃药 等您病好了 她自然来看您 林飞又含混地说了什么 沉沉睡去 廊下 寒风如刀 林飞的脉相 在我心头萦绕 我一时不知道 该怎么开口 顾九渊似是看穿了我 停静地说 宋姑娘但说无妨 我轻轻叹气 林飞娘娘的身子 怕是挨不过这个冬天 顾九渊闭了闭眼睛 隔了很久 说 于她而言 也算解脱 烛火暗淡 少年的影子投在地上 极脆弱 极孤单 我忍不住问 那你呢 她看我 漆黑的眼眸中 满是疑惑 我 我忍下心中酸涩 问 倘若世上最后一个 在乎你的人也走了 你怎么办呢 她正住 许久 淡淡说 从前如何 以后便如何 我摇了摇头 道 恐怕你身不由己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任何一个有可能继承皇位的皇子 都会被卷入权力斗争之中 无论争与不争 她从前经历的那些哲辱与痛苦 往后只会愈演愈烈 甚至难保性命 顾九渊四野听懂了我的话 长久沉默下来 她笑着自嘲 可是宋姑娘 我这样的人 一直都是身不由己的 一阵风吹来 烛火熄灭了 四周变得蒙昧暗淡 顾九渊起身要去拿火折子 我拉住了她的衣袖 少年回眸看我 天光从窗缝照出一线 偏偏宠爱她的眉眼 她漆黑的眼眸中有征询 有抗拒 却没有甩开我的手 我听见了自己的声音 顾九渊 你有什么愿望吗 直呼名讳 如此不静 而她并不计较 只是笑着说 实现不了的 我没有松手 执拗看她 说出来 万一能实现呢 她摇了摇头 算了 她抬不要走 我却不肯放手 狼狈地摔在地上 顾九渊一致 弯腰拉我 我却不肯起来 我握住她的手 固执追问 你才十六岁 不该活得如同垂木老人 你一定有你的心愿 你若不肯说 谁又能来帮你实现呢 少年被逼到穷途末路 终于流露出了一丝血性 我要白红灌日变作吉兆 我要七侠宫真正目光玉侠 我要这天地都匍匐在我的脚下 宋姑娘 谁能帮我实现 你吗 空旷的院落里 回荡着她铿锵的字句 顾九渊的眉眼 似是由火焰燃烧 气息锋利地像染血的长刀 可下一秒 她望着我 又笑得凉薄 宋姑娘 倘若你是来试探我的真心话的 现在就可以回去 禀告了 只是 我的真心话 不值钱的 原来她仍旧认为 我对她别有所图 是啊 她是受尽冷眼的小狼崽子 遇到温暖时 只会疑心 其中是否有陷阱 绝不会相信 那其实饱含真心 我深吸一口气 抓住了她的手腕 仰头看她 那是一个仰望的姿态 而我即便是在佛前 也未曾这样虔诚 顾九渊 不管你信不信 我是来帮你得偿所愿的 少年眯起眼睛 忽然弯下腰来 注视着我的眼睛 似审视 也似探究 她衣襟上清冷的雪松气息 主宰了我的五感 让我只能沉溺在她漆黑的眼眸中 一遍遍想起我人生尽头的画面 你知道那是怎样的孤单绝望吗 众叛亲离的时候 只有你 与我素昧平生的你 赶来见了我一面 我不知道在那之前 你我有过什么样的姻缘 而我也注定找不到答案 可顾九渊 我答应过的 若有来生 我必然报答你 而现在 正是我的心声 风雪出歇 万籁俱寂 少年困惑地伸出手来 擦掉了我的眼泪 我这才发现 我竟然哭了 她默然伴赏 郑重看我眼睛 轻声说 宋姑娘 我无以为报 我轻轻呼出一口气 认真告诉她 顾九渊 你已经报答过了 在你不知道的时候 冬去春来 菩提小住的宋姑娘 见了许多人 办了许多事 天寒地冻的时候 宋姑娘顺理成章地 患了风寒 御医院立刻派去了 最好的女医 为她诊治 可到了地方 诊得却是 失宠多年的林妃 要给林妃看病 需要上好的药材 宋姑娘便将自己的家私 拿了出来 请女医尽管配药 陆容 人参 雪莲 只要女医开口 宋姑娘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宋姑娘会做人 送了女医衣上首饰 又派人去无锡老家 探望女医的父母幼帝 送上了压岁钱 如此恩威病师 女医出来进去 只说宋姑娘的病 未曾开口提过半句林妃 另一边 忠永侯府上的人 最近在采买古籍 打磨兵器 他们主人家为国尽忠 最后只剩下老侯爷夫妇 与一个小孙女 小孙女从前只爱念佛经 最近大约是觉醒了些武将血脉 爱看文韬武略 也爱武刀弄枪 忠永侯与夫人提起来只是笑笑 说他们家若慈 从小就胡闹惯了 没办法 只能顺着她 而忠永侯府的后院里 执倦或执剑的 并非宋姑娘 其实是一个少年 少年身居简出 被遗忘多年 于是当她出来时 大家都以为 她是宋家的远房亲戚 未曾想过 她与深宫之中的 白红贯日不祥之人 有什么关联 这些事情 旁人不知道 可祖父祖母 却是极为清楚的 我一直在等待他们 喊我去问话 可等来的 只是祖母 替我打包好的 珍贵药材 还有祖父 莫名其妙地 转到后院 亲自指点 顾九渊的武艺 我的疑惑 祖父祖母 看在眼里 一个早春傍晚 他们同我闲聊似的 说起了从前的事 顾九渊 长在深宫多年 无人关怀 也少为人知 大概许多人都忘记了 她的母亲 也出身于武将世家 在进宫之前 林妃娘娘 是都城中少见的女将军 在白洪贯日 不祥之兆之前 七霞宫里 有好多兵家 不传之秘 那是林妃娘娘的父亲 为小外孙 准备好的礼物 希望将来小外孙 也能做一个大将军 战场杀敌 策马驰骋 然而青天间一句断言 葬送了这一家子的前途 祖母淡淡说 白洪贯日 可主夺地韵 却也可主英豪出世 你可知道 青天间为何要取凶兆 顾九渊出生那一年 后宫争斗非常 林妃的父亲在外征战 功勋累累 林妃便也长得胜倦 宠爱万千 那年他与于妃先后有孕 大家都说 倘若林妃怀的是个皇子 将来太子之位 大约要给他肚子里的孩子 而于妃的外祖父 便是青天兼政 后来于妃有孕 诞下四皇子 再后来青天兼便断言 五皇子是不祥之人 于妃的女儿便是九公主 她们母女一贯爱用这些招数 祖母见我想通 笑着摸了摸我的头 五皇子是个重情重义之人 你帮他 他会祭恩 如此 我便放心了 我许诺顾九渊 我会为他制造一个光明正大 走到陛下面前的机会 可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就要看他自己的了 日复一日 月复一月 我仍在寿康宫的佛堂里 日日诵经 而顾九渊 已经扎根在我家后院 挑灯看见 身居冷宫的日子里 他本就熟读兵法 他缺少的只是名师 而我家最不缺的 就是名师 书房的烛火 总要燃到三更 顾九渊和祖父在沙盘推演 纵横僵场 顾九渊肉眼可见地 沉稳智慧了起来 而祖父却似一点点衰老下去 就好像他竭尽全力 要托举些什么 有时我心疼祖父年迈 不许他们再点灯遨游 顾九渊一脸抱歉地看我 祖父却笑着说不打紧 初夏的晚风仍有些凉 我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听到一句叹息 也不知道能陪你们多久了 他说 这一年 我十五 距离前世的抄家之祸 还剩七个月 这一天 我从佛堂出来 女医黄吉寻我 林妃娘娘不大好了 先正用猛药调着命 五皇子不知在何处 宋姑娘 您要不要去看一眼 我当即让贴身侍女去报信 自己动身前往七霞宫 自从冬日重病 她已经撑了快半年 而我这次再见她 她的眼神分外清明 你是钟永侯的小孙女 若慈 她温柔伸手 抚摸我的脸颊 你和你娘长的真相 我这才知道 我娘和林妃 还有蓝厅姑姑 曾经是手帕娇 于是我也忽然就懂了 为何七霞宫失宠多年 母子二人 仍能保全着性命 为何我与七霞宫的渊源 这么久了 一丝风声也没有走漏 我和你娘都爱武刀弄棒 蓝厅却是个军师 后来我入了宫 你娘还跟着你爹一起驻守边疆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羡慕她 可后来我家屡见功勋 陛下待我十分好 我就想 良人在侧 我已经很幸运了 只是没想到 天界薄姓 男人更是翻脸无情 她明知 亲天间的断鱼 只是他人要嫁祸我 却仍借着此事 发落了我家 踏上的女人目光悠长 似又回到了过去 将所有爱恨 重新经历了一遍 可她托付后世般的语气 让我心惊 我什么话也说不出 只知道紧紧握着她的手 会好起来的 娘娘 五皇子 她越来越上进 相信只需要一个契机 她就能 林妃却打断了我 苦笑道 是我拖累了她 我愣住 身后有脚步声响起 少年匆匆赶来 风尘仆仆 林妃看向顾九渊 温柔地说 我很自私 我不敢告诉你 其实是我拖累了你 你一直以为你生来不详 连累了我 其实都是我的错 顾九渊什么也没说 扑通跪在了她的床前 我从未见过她 如此慌乱的神情 林妃伸手摸了摸她的头 笑着道 我的儿 本该有浩瀚的前程 却陪着我在这冷宫中 一十七年 怪我务实良人 怪我宫斗无力 我有策马奔腾的好青春 我儿却没有 她渐渐由笑便哭 却抓住了我的手 那是一个母亲恳求的姿态 若此 宋姑娘 我常年病着 可我却知道 你是个极善良的姑娘 我儿无依无靠 你对她好 我九泉之下 也要报答你 一滴泪 从她衰老的眼角滑下来 她的视线渐渐涣 却固执地不肯闭眼 我紧紧握着她的手 反复告诉她 我会的 我一定会 初夏 小河路尖角 七侠公曾经迎来一位女将军 她拥有过辽阔的边疆 拥有过锋利的刀枪 她是马背上自由驰骋的女儿 却久困于后宫争斗 她失去了所有 最后只留下了一个倔强的孩子 那孩子今年时期 肩膀如同心生的青竹 可她为母亲合上双眼的时候 沉郁地像淬炼过千百遍的长刀 她一滴泪也不曾掉下 我替她哭了一遍又一遍 最后她将我抱在了怀里 低声说 不要哭 那是我们之间的第一个拥抱 却像是早已发生过千百遍 而我始终也没看清 她压抑地呼吸下 藏着多大的痛苦 临飞死后 顾久渊越发钻研刻苦 连祖父都让我劝劝她 望着她熬得通红的眼睛 我只能说 你要保重身体 她只是笑笑 反而劝我天见冷 记得加一 就这样 从下走到秋 她以薄命的姿态 再学 再练 唯有见我的时候 假妹片刻 顾久渊是累得很了 装睡 却真的睡了过去 我坐在她身边 为她打着扇子 心下一片酸涩 她在梦中 睡颜都不安稳 双手钻得死死的 像是在河水较劲 我轻轻去拉她的手 她一瞬间惊醒 眉目狠立 反手将我摔在地上 她全风如电 带到看清是我 硬生生一味 砸碎砖石 她满手都是血 却毫不在意 只是慌忙来看我 宋姑娘 抱歉 我给她上药 叹气 你忧心太过了 我怕你把自己逼疯 她垂节 有你在一日 我便不会疯 也不敢疯 我正住 她轻声说 你遇到我时 我的意气全然消磨殆尽 你曾问我 倘若我母亲去后 我该如何自处 那时我想 大不了也同她一起去 我立刻说 不可以 她看着我笑了 说 你救了我 深宫中长久困居的少年 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 磨光了所有的锐气 看不见尽头的苦楚 与欺凌之下 支撑她活下去的 只是病榻上的母亲 母亲病重快死了 她跪在大雪之中求医 她听见佛堂里传来的经文声音 也闻见一缕檀香 她绝望地想 菩萨 倘若你看得见 我愿以命一命 她没有等来菩萨 却等来了一个姑娘 那双眼睛中 闪烁着由衷的信任与爱护 为她铺路 为她谋划 她不知情何所起 却因这份真心 重新燃起希望 出雪日 天大寒 冷宫中的五皇子 重获新生 长日近处 四方慢霞 顾九渊站在天光瑕色之中 漆黑的眼眸中 倒映着一个我 她似有千言万语要说 最后只有铿锵一句 宋姑娘 为了你 我也该去闯遍刀山火海 金贵飘香 太后的寿臣快到了 各种奇珍异宝送上来 太后唯独对我的礼物 爱不释手 那是镇国寺藏书阁的 一侧古籍 里面写佛记 也写天象 最重要的一句话 并非经文 而是一句断言 白红贯日 英豪出世 若只有这个 倒也没什么 二月十九 观世音菩萨诞辰之时 我替太后 求到了一支上上千 这支千和古籍一起 成了太后六十大寿的贺礼 千文是这样写的 东方云上正禅娟 请客云遮月半边 墨到园时还又缺 须叫缺处复重园 太后沉思良久 说 月缺得园 倒像是要把什么人 就上来似的 蓝厅姑姑想了想 说 宫中诸位皇子 皆有母妃照拂 都不是月缺之相 若论月缺得园 倒像是七霞宫那位 太后点了点头 那孩子的母亲 是林大将军的二姑娘吧 从前也是做过将军的 蓝厅姑姑答 细细想来 那一位恭敬谦卑 折居冷宫 从没有吐露半分怨言 那日她替母妃求医 竟问我能否以命换命 倒是十分孝顺良善 太后揉了揉眉心 叹了口气 不知是不是我老了 越发希望儿孙和睦 那孩子着实可怜 母亲也去了 无依无靠的 蓝厅姑姑顺势说 五皇子如今能依靠的 只有您了 近日陛下身体不佳 可太子之位悬而未决 前朝后宫之中 波轨云厥 嫔妃皇子便有了连番试探 借着太后授臣的名义 来求太后的一臂之力 可太后从来不做锦上添花的事情 她只喜欢雪中送炭 一家独大 佛堂里 除了我还多了一个顾九渊 我仍旧诵读妙法莲华经 太后却拿着官员名录 逐个讲给顾九渊听 顾九渊恭敬谦卑 听讯之余 为太后侍奉汤药 做一个真正的孝子贤孙 寿臣那天 太后领着顾九渊 做上了尊位 满座哗然 可陛下也默许了 我看着顾九渊 待人接物 极为妥贴 又看着她 五剑鹤兽 行云流水 少年长得极好 五剑姿态如踏戈而行 一举一动 又带着天成的鹰气 我早就知道的 她是一把藏鞘已久的长剑 一朝得见天日 必然龙笑震天 太后看她的眼神 甚是满意 陛下甚至当庭要她对策 文韬武略 以马千言 顾九渊对答如流 引得陛下连连点头 无论是名门贵女 还是世家子弟 目光都为她聚焦 我甚至能听见 有人窃窃私语 这就是五皇子 怎么从前没见过 容貌也太出色了些 可以想见 林妃娘娘生前滋容 须 别让九公主听见了 她们的母亲是死对头 九公主穿一身鹅黄 坐在右侧 面色不渝 眉眼之间的娇娇之气 与前世没有任何分别 这是我今生第一次见她 我入宫为太后 送念佛经后 她几次约我赏花喝茶 都被我婉拒了 她前世给我造成的痛苦太深 我怕我一见到她 就会被仇恨吞没 纵然做了充足准备 今天见到她 我依然感觉呼吸不畅 趁着四下无人注意我 我悄悄出去透气 转到花园处 遇上了裴书 仍旧是一身月白 从容俊秀 一见她 我就想躲 可她却喊住了我 若此 我有话对你说 避水边 花开甚艳 少年的脸色 却有些苍白 你我自小便是青梅竹马 我便将你对我的好 视为理所应当 从未想过 原本你也可以有其他选择 这是我的最大错处 对吗 前世今生 我终于听到了裴书的真心话 重生之前 因为她 我历经羞辱与折磨 九公主一道旨意 贬我入破庙 我便要在数九寒冬里 集冰水 擦拭佛像 那时我满手都是洞窗 溃烂流浓 再不是从前束手 弹琴冠绝都城的 侯府千金 九公主仍旧不肯放过我 在我生日那天 来到破庙 垂下一道帷幕 要我给贵人弹佛音 那琴是特制的 每一道弦 都搁着我的手指 琴音到了最后 我以鲜血淋漓 风吹起帷幕一角 我看得分明 听我弹琴的贵人 不是别人 正是裴书 裴郎 你我从小青梅竹马 学琴在一处 识字也在一处 你不会听不出 那是我的琴声 也不会听不见 我忍痛的乌液 更不会不记得那天 是我的十六岁生辰 然而在九公主 问你琴音如何时 你只是评价 不及公主半分 你把我变成了 世上最可笑的姑娘 而如今我终于 知道了你心中所想 原来 我对你的好 成了你可以随意 厌弃我的理由 我想笑 却不知怎么 眼眶湿润 而裴书并没有发觉 他说 若此 你我青梅竹马 应是良配 我现在知道错了 我会改的 若此 我 我只说 你我只是少时玩伴 不必为我改什么 裴郎君 请回吧 他愣住了 不可置信地 要来拉我的手 你说什么 拉扯之际 我腕上玉镯跌碎 他愣住 我蹲下捡起来 轻声说 这是十四岁那年 你送我的生辰礼 裴叔那那 若此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将碎玉 拢在手心 笑了笑 玉镯祭碎 缘分已尽 裴郎君 请不要再纠缠我了 他又惊又怒 伸手拉我 一个碎了 我可以再送你十个 百个 宋若慈 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他问得真心 我也真心讲给他听 我引去前世今生 只说 从前我做过大梦一场 梦里我祖父被人诬陷 祖母大病不起 都城无人敢为我家治病 我只好去求未婚夫婿 而他告诉我 若慈 今时不同往日 我不能与你家再有瓜葛 等到公主 对他一见倾心 他便迫不及待 与我取消婚约 后来破庙弹琴 我鲜血淋漓 又后来欲撰告不成 我由街而归 在后来 在后来我惨死破庙 陪府上下却张灯结彩 陪家二郎要娶公主 我的性命就是他给他的聘礼 陪叔愣住 终于辩驳 那只是你的梦 我笑了 可九公主对你的确一见倾心了 不是吗 街头巷尾传的谣言 说白石河边 九公主跌下游船 是陪家好儿郎浮水救了她 此后 宫中常有车马出入陪府 九公主名义上是寻陪家姑娘赏花 其实赏得另有其人 陪家郎君 你想要鹅黄女鹰在侧 可我不愿入你的棋局 陪叔脸色煞白 拉着我试图解释 不是这样的 若辞 方才镯子跌碎时 划伤了我的手腕 陪叔拽到了我的痛处 让我痛得快掉泪 你放开 身后转出一道奇长的身影 一把将它伞在地上 顾九渊将我护在身后 居高临下 语气冷漠 宋姑娘让你滚开 你听不见吗 陪叔失魂落魄地走远了 我仓皇室内 自嘲道 我是不是挺可笑的 却听见他说 宋姑娘待人从来一片真心 很好 很勇敢 是他不配 手腕被他拉过去 那伤处 陪叔没看见 却被他看得清楚 顾九渊拿帕子细心擦拭 又温柔地包裹好 然后他掰开我的手心 把碎玉都扔到了地上 玉碎了 不要了 一只羊之玉的镯子 落入我的掌心 换新的 新的好 在忠永侯府生活的这几个月里 顾九渊得到一块好的预料 他闲暇时光很少 于是总在夜里对灯雕琢 他是新手 不善雕刻 一双手 伤痕累累 祖父见了 说可以拿去预料铺子 找大师傅雕刻 顾九渊却说 他要送人 亲自雕琢才显诚心 我以为他要送给林妃娘娘 没想到 他送给了我 镯子很轻 却似重于千斤 压得我心口沉甸甸 快要落泪 本来想在你生辰的时候 送给你的 可是 我不想看你难过 我嘴硬道 我才没有难过 顾九渊慢条思理地笑了 是 你没有难过 是我难过 素来冷淡强硬的少年郎 第一次忧愁烦恼 你一难过 我更难过 宋姑娘 我是不是生病了 我正正看她 你说什么 她凝视着我 眸色温柔 宋姑娘 我说 我心悦于你 太后受宴后不久 亲天见证 因办事不利 被罚入狱 新任亲天监政 上任第一天 就郑重声明 十七年前 一则天相解读 有误 白红贯日 主英豪出世 如今该拨乱反正 昭告天下 亲天间的断言 意味着什么 大家都有数 太后寿宴上的席次安排 也传入了各家耳中 七霞宫装饰一新 流水般的珍宝送入宫中 而七霞宫的主人 并不在意那些东西 他仍旧爱往忠永侯府跑 这一年 我十五 距离前世加变 还剩一个月 我变得有些神经质 夜里总是做噩梦 半夜惊醒 我会跑去祖父祖母的房外 确认他们正睡得安稳 有一日我梦中醒来 窗外漆黑一片 流至的夜灯 不知何时被风吹灭 仿佛身处破庙之中 我连鞋子也来不及穿 翻身下床 跌跌撞撞穿过长廊 风声呼啸 夜雨寒凉 那长廊近似没有尽头 我怎么也找不见 祖父与祖母的院落 我冻得发抖 声音却被堵住 连乌液也发不出来 身后伸出一双手 将我紧紧抱在怀里 我仓皇仰头 看见顾九渊心痛的神情 若此 你怎么了 我死死抓住她的衣襟 语无伦次 我祖父祖母没了 我 顾九渊 你去救他们 你 院落灯火亮起 祖父的侍从来问 小姐 可是出了什么事 更远处 有祖母的声音 若此 怎么了 我如梦初醒 他们都还好好的 原来 又是我的梦吗 我浑身发软 说不出话 顾九渊替我应答 无事 只是梦魇 书房里 烛火幽微 我仍旧克制不住的站立 顾九渊索性 脱下壶球裹住我 你的侍女说 你近日睡眠不稳 我就想着来看看你 果然 他长眉紧皱 垂眸看我 若此 你有什么心事吗 我想了想 仍旧没有告诉他 钱是今生的事 说了他也不会信的 我只求他 替我注意朝堂暗用 倘若有不利于 我祖父的消息 务必要多加小心 我祖父年轻时 征战沙场 为粮草 为部下 得罪了许多人 他如今年事已高 儿子们又都买骨边关 我只想让他 有个安稳的晚年 顾九渊看了我很久 久到我不敢与他对视 而他终于应声 好 这夜 他守在我床前 我很快就睡着了 难得没有再做噩梦 梦里阳光灿烂 祖母牵着年幼的我 带我去踏青 祖父一把将我抱上马 放声大笑 我的孙女 要在马背上学会走路 她的手掌浑厚有力 握过染血长刀 也为我托起过一整个 无忧无虑的童年 我忍不住握得紧一些 再紧一些 这样她就不会离开 不要离开我 长夜里 孤灯一盏 映出床边独坐的人影 她垂眸看着被紧紧握住的手 眸中是一片浓重墨色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我恍然发觉 侍女说的话 厨房做的小菜 似乎与前世同一时刻 没有任何区别 我日日补挂球签 挂挂都是绝境 千千都是下下签 我忧虑得寝食难安 我向太后告假 以生病请托 其实也并非虚言 这段日子 我已经受得拖了下 祖父祖母 为我请来各路名医 他们都说 贵千金的病 是心病 心病无药可医 祖母急得快落泪 问我 若慈 你在烦心什么 我只知道握着她的手 温热的 脉向平稳的 然后我才能喘息微笑 我不烦心 有你们在 我不烦心 可夜里我睡不着 仍旧去寻他们 却见祖母跪在佛堂里 向菩萨哀求 倘若我与夫君注定要去了的 能否保佑我们 若此一生 康健无忧 在她身后 一贯不信神佛的祖父 竟也跪了下来 再三叩手 我知道我这一生 杀业太多 若要应 都应在我一人身上 莫要牵连我的孙女 我如遭雷击 出雪夜 天大寒 阳春三月里 做了那一场 彻骨寒凉之梦的人 难道不止我一人 顾九渊已经许久没来找我 听说陛下有意给她赐婚 赐的是某位异姓郡主 功臣之后 在西北之地有着极高的权势 人人都知道 这是一桩极好的婚事 一旦婚事递成 顾九渊就会是太子 而这些都与我没关系了 我和顾九渊的关系 从来就只是暴打 她今生如愿以偿 我就已经实现前世的诺言 这一年 我十六岁 再过三日 就是前世加辩之日 担忧焦虑到了此刻 我心静如水 我提笔写字 写一封书信 我死后 自会有人送给顾九渊 殿下亲戚 我幼时不训 佛前言笑 不信轮回 后来报应不爽 我受尽折辱 于淤泥中苦苦挣扎 难觅生机 有人与我情深似海 当日却十里红妆娶新娘 有人与我素媚平生 当日却策马千里来寻我 殿下 你说你不知我为何要帮你 其实我也不知道 破庙之中 那人为何要来帮我 我的疑问注定得不到答案 我却不想让你和我一样 殿下 菩提小柱的宋若慈 并非如何纯良至善 他帮你 只是因为你帮过他 殿下 山河锦绣 前途风光无限 愿你安好 万事太平 最后一笔写完 火期也封上 我交给兰厅姑姑 她却问我 你可想好了 我没有回答 只是对她行一个大礼 宫中夜长 若慈得欲姑姑照拂 是我知性 她摸了摸我的脸颊 低声说 你与你母亲 实在很像 最后一日 宫中来人 祖父被召入宫中 临走前她深深看我一眼 却什么也没说 四个时辰过去了 她仍旧未悔 和前世一模一样 我求千算卦 仍旧是死卦 仍旧是下下千 天要亡我 天色变得阴沉 黑云翻滚 满城压抑 我站在佛堂里 不贵不败 只是想笑 今生我重来一次 机关算尽 军中的小人早已被擒拿诛杀 所谓通敌叛国的证据 也被一把火烧得干净 可是仍然抵不过命运的安排 前世今生的同一天 甚至是同样的天气 同样的时刻 同样的内事 宣读了同一份旨意 要祖父快快入宫 不得耽误 我不再挣扎 穿戴整旗 去寻祖父祖母 纸缝里藏着毒药 袖口里有把匕首 倘若我做好了能做的一切 仍旧逃不脱命运的安排 那我便要死在蛇辱之前 用我的性命 做一次堂壁当车的回击 祖母却拉着我的手 要我换上粗布麻衣 她将我塞进旅车里 认真告诉我 西南有祖宅 祖宅以北的第九棵树 树下埋着一匣子黄金 你去寻一个性管的人 他是你奶娘的儿子 他会护着你 给你安稳的一生 我拼命摇头 不 我不去 祖母使劲推我 若辞 你别犯傻 你一定要去 挣扎间 匕首从我的衣袖中掉落 祖母愣住 弯腰捡起那把匕首 像是瞬间明白了什么 泪如雨下 我紧紧握着她的手 字字有声 祖母 忠勇侯府满门傲骨 孙女不愿做逃兵 倘若天命不可变 我也要与她血战到底 有时一刻 乌云密布 祖父仍然未归 宫内来了内侍 宣读陛下旨意 要我和祖母入宫 否则忠勇侯府外的进军 即刻坟门 内侍皮笑肉不笑 两位 请吧 我上前一步 没有理她 一把拽出了一个小黄门 掀了帽子 拔掉发赞 她一杀神态惊慌 分明是九公主 满座哗然 九公主下意识要反击 却被我一把 推倒在了地上 再狠狠踏上一脚 令她动弹不得 内侍骚动 齐齐要懒 我家护卫一排挡在我身前 犹如铁筒 刀枪不入 领头的内侍 紧张地看向九公主 又冷声问我 宋姑娘 你这是做什么 宫中贵人 岂是你能欺辱的 我更重一脚踩上她胸口 慢声道 今日我便欺辱了 九公主在我脚下 尖声怒骂 宋若慈 我会将你千刀万剐 我垂下头 与前世今生同一双课 独眼谋对视 终于露出了微笑 九公主 我等着你的千刀万剐 脚落一个内侍见识不好 脚底抹油 想要出去与进军通气 祖母使了个眼色 护卫一脚将她踹翻在地 当场擒拿 大内侍怒声道 你们是要造反吗 祖母缓缓起身 冷声道 不正之主 造反又如何 我也说 张公公 去遂东末 于霏身边 我们见过一面的 你不记得了吗 大内侍眸光闪烁 仍在虚张声势 什么于霏 我奉的是陛下旨意 而等抗旨不遵 等着天界降罪吧 说着 就想来拉九公主 想跑 做梦 匕首从袖口滑下 落入我掌心 我一把将九公主拉起来 匕首横在她颈侧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 有没有想过 如果一个人 连自己的性命 都打算不要了 那她永远不可能 成为笑话 她喘息 说 宋若慈 裴郎以为 你是神仙淑女 而你却是个疯女人 真该让她来看看 你的真面目 裴郎 又是裴郎 钱是因她 折辱我还不够 这辈子 还要以同样的名义 羞辱我 我漠然将匕首 往里压一寸 请客有血渗出来 九公主顿时 不敢再说话 双股战战 恐惧发抖 门口却忽然传出一阵 盖过一阵的 喧哗吵 不过树西 有轰然的火光月起 照亮了半边天空 祖母猛然站起 九公主呵呵大笑 宋若慈 你完了 我哥哥与母亲 见我久不归 必定来寻我了 宋若慈 我会将你的肉 一寸寸割下来 把你的头颅 悬在城门上 让万人唾骂 我会 啪 祖母一个耳光 扇了下去 这一巴掌 用尽了力道 九公主的脸庞 请客红肿起来 唇角一出一丝鲜血 你打我 你知不知道 我哥哥即将继承大统 我将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 啪 又是一个耳光 祖母活动了一下手腕 和善道 我打的就是你这个 乌言晦语 不知所谓的东西 他招招手 侍女训练有素地 把抹布塞进了 九公主口中 他披头散发 目自欲裂 壮弱疯癫 被恐无有力的侍女 紧紧按住 动弹不得 门外的打斗声 越来越响 是进军和府里的亲兵 在缠斗 远远的 仍能听见 有人濒死的呼救声 府里的亲兵 都是跟着我祖父 伯父 爹爹 一路从疆场 搏杀过来的 他们没有为镇守 家国而死 难道要死在 宫殿内斗之中吗 他们的命 和我的命 哪里有高低贵贱之分呢 我和祖母对视一眼 彼此都明白了 心中所想 我们一口同声 开府门 亲兵与护卫 都极力劝阻我们 满府上下 都愿以性命护主 老夫人 实在不必以身设险啊 是让老夫人 我们还可一战 愿为君死 一只只火把 映出一张张熟悉坚毅的脸庞 门外打杀声震天 随时都可能有战友死去 进军上万人 亲兵却只有数百人 堂地当车 以卵击石 兵家大计 祖母最后环室周围一圈 字字铿锵 正是因为你们愿意 以性命护我 我才更不能 让你们为我赴死 忠永侯府 从来身先士卒 府门豁然洞开 门口的打杀声一致 老夫人带着她的小孙女 穿战袍 执长剑 立于门庭 听说有人要选我 我便来了 血与火 将她的白发映出橙色 而她朗朗而立 笑容镇定 老身年于古西 不值得诸位为我大动干戈 进军统领何在 带路吧 四下寂静 有高头大马侧来 在近处亭下 那人面容似曾相识 开口便是 小九呢 是了 她是于飞的弟弟 九公主的舅舅 门内传来 九公主的尖利叫声 舅舅 秦兵 将她五花大绑 扔出门外 她动弹不得 只能大叫 舅舅 他们欺负我 你要为我做主 前世 我去敲灯文骨 为祖父母申冤 没等到陛下的那事 等来的却是九公主 她看向我的眼神 如同看一个死人 你就是宋若慈 她的语气十分嘲讽 名满都城的佛前伙 陪郎心仪的未婚妻 也不过如此 而我仍在卑微请求 求公主替我陈情 我的祖父绝无谋逆之心 请陛下明见 九公主笑得轻慢 以你的身份 还想见陛下 你配吗 她让人把我拖下去 要我滚回我的破庙 一路上 我要带着镣铐 以罪人的身份 游街回去 尽管我并不知道 我何罪之友 与那时 我受的哲辱比起来 九公主 你受的算什么 然而于将军并不这么想 他看了九公主一眼 在看向我们时 面目阴沉 来人 把他们抓起来 四周亲兵与护卫拼死反抗 终是抵挡不能 九公主得意大笑 宋若慈 我早就告诉你 改天换日之时 便是你的死期 她挣脱了搀扶她的人 握着簪子 走到我面前 冰凉尖锐的簪饼 在我脸上游异 她的眼神 犹如毒蛇 宋若慈 你究竟是怎么引得 裴郎 对你神魂颠倒的 她竟拒绝了我 不愿再见我一面 你说 你这张脸 若是稀碎丑陋 裴郎还会 钟情于你吗 我笑了笑 你不会赢的 她一愣 你说什么 大火焚烧了半座城池 火光把黑夜照得 如同白昼 今宵复死 比从前要暖和很多 此处甚好 我重复一遍 你不会赢的 尺间欠着一枚毒药 是我今晚最后的医仗 我说过 哪怕我死 也要死在命运安排之前 好好好 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装模作样 那我就让你看看 谁会赢 我要划烂你的脸 把你曝尸荒野 让全天下人都看看 什么佛前火 也不过是凡胎俗骨 九公主突然被我激怒 掐住我的下巴 高高划下簪子 咻 有剑破空而来 打碎了那枚簪子 我猝然睁眼望去 道路尽头 马蹄升起 无数兵马涌来 最前方 顾九渊单其迎阵 火焰红光照在他身上 却照不亮他冰冷的沙翼 我看见他搭弓 我看见他拉弦 我看见那贯穿九公主头颅的飞时 剑尾白语油渍颤动 一簇血飞溅到我的脸颊 九公主的尸身 沉重倒在了我的脚下 大杀声又起 将军如入无人之境 玄靴踏穴而来 顾九渊伸手 抱起了我 我来迟了 他哑声说 一瞬间 我分不清前世今生 前世也曾有人 将我怜惜地抱在怀里 道一声来迟 而今生 这个人将我死死扣在怀里 声音翻涌着后怕 我做了很长很长的一个梦 御花园里 他曾做个听闭角的小人 他听到心爱的姑娘 句句气血 说他大梦一场 众叛亲离 醒后方绝空 侯府深夜的长廊里 他将绝望的姑娘抱在怀里 听她颤抖发问 问祖父母安危 他一度疑惑不解 这姑娘出身尊贵 一生顺遂 何来那么多的悲苦 直至数天前的夜晚 他因那姑娘的梦话 终于决定主动出击 他获得铁证 发掘四皇子的谋逆之心 他按兵不动 实则退居幕后 要演一场戏 坐实其罪名 那日回宫 已是月上中天 却收到了蓝厅姑姑 转交的一封信 本该过几天再给你的 但我想做个违约之人 那信 自具温柔诚恳 仿佛可见那姑娘的温和笑语 却让他越发困惑 他说他先帮了他 可在他脑海里 那日佛堂大学 是他们初见 他怀着一律夜不能寐 恍惚浅浅睡去 梦中他仍是七侠公 孤苦无依的五皇子 却行动不能 只做看客 他透过自己的眼睛 看着都城里 兴亡起伏的庄庄渐渐 竟与那姑娘所说的大梦一场 处处重合 他看见他连日高烧 仍要为祖母寻衣问药 看见他被未婚夫婿避之不及 看见他颓然雨中 憔悴不堪 又看见他破庙之中擦拭佛像 从高处跌落 他想伸手去福 却动弹不得 他看见他帷幕后弹琴 双手鲜血淋漓 他心痛不已 机遇长啸 他四处着力 想要撞开这无形的壁垒 去抱一抱自己 心爱的姑娘 可他只是个看客 身在梦中 毫无章法 直到最后一日 他看见陪府张灯结彩 要迎娶九公主 夫妻二人拜过天地 便谋划着 要娶那姑娘的性命 三枚六聘不算礼 他们的新婚业 要以无辜之人的鲜血做鹤章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愤怒与狂乱 他一遍遍拷问上天 为何如此待他的姑娘 那姑娘是个极好极好的姑娘 他该遇到极好极好的人 过极好极好的一生 为何这般待他 他是白红贯日的英豪 他快要撕心裂肺 他终于主宰了梦境 他取一匹快马 连敲树到城门 急急要向城郊破庙赶去 出血液 天大寒 他要救他的姑娘 他只恨自己 没能生出双翼 可是后来 少年将军忍痛低眉 竟是说不下去了 我上前一步 轻轻抱住了他 后来的事我都知道 城郊的破庙里 我蹊跷流血 浮在蒲团上 对早已蒙尘的观音像流泪 观音不语 悲悯看我 门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 有人斜着满身的寒气 向我走来 我双目已然不能事物 徒劳望着他的方向 哑声哀求 不管你是谁 求你替我收尸 来生 我必然报答你 他颤抖着将我抱在怀里 一滴滚烫的泪 落在我眉心 出血液 天大寒 顾九渊赶来救我的第一面 就已经与我情深义重 而后春秋历变 佛堂大雪 我见顾九渊的第一面 他便是我的恩人 前世今生 有菩萨低眉 忍看红尘 而我与顾九渊的姻缘 如鱼贤尾 阴阳相生 一念生菩提 后来史书公笔 寥寥几笔 给这场获释定了姓 四皇子九金不忠不孝 伙同母家谋逆 率进军为成 意图逼宫 幸而五皇子九渊自西北 请回忠永侯旧部 神兵天降 拱卫皇都 此一战 故九渊得封太子 于妃与四皇子 皆被处死 于是满门处斩 后来又查出 裴家与死在战乱中的九公主 过从甚密 亦有谋逆之心 念其有意无形 陛下开恩 满门流放 裴书流放的路 要经过忠永侯府 那天 我与祖父母 正在饮茶赏话 门外传来凄厉的一声叫喊 他说 若此 无论你信不信 我当真心悦于你 侍女说 裴家二郎当即就被账罚数十下 无声无息地被拖走了 我没有吭声 只是转着腕上的菩提珠 那是顾九渊 送我的十六岁生辰礼 他公务繁忙 仍要亲手雕琢 菩提过处 明台清静 他说 若此 此生有我在 你做佛堂 再不必有忧愁 今年我十六岁 未曾死在大雪天 祖父母也都在我身边 那是带来太后娘娘的旨意 说忠永侯府的宋姑娘 于事变之中慷慨大义 情愿赴死 也要守住天界正统 至终至孝 堪为太子良配 是以赐婚太子 这是太后送我的十六岁生辰礼 那是身后 有人拨柳问花 行至我身前 真而重之地握住了我的手 一双漆黑的眼眸 凝住一重又一重 堪不破的轮回 世间因果千百种 良缘一现千 我们于风雪中绝望 却也在风雪中得到拯救 风雪散尽 日暖花长 观音低眉 不问红尘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